全球目標要在2050年達到淨零碳排 現在立法院重啟氣候變遷 因應發草案 民間團體組織也聯手相應 可以從低碳蔬食減少碳排量 政府有責任在政策法律裡面 能夠去推廣蔬食植物性飲食 不只是低碳而已 沒有入法 它其實很多在推動上 它是沒有法院依據的 有了法院依據的話 它可以更堅定大家往這個方向走的一個決心 還有一個定定一個方向 以畜牧業來看 平均每公斤的羊肉 產生44公斤的碳排量 牛肉33公斤 豬肉12公斤 家禽類也接近10公斤左右 植物性飲食轉型成了轉機 規劃由公部門開始帶頭做起 我們的畜牧業 它在飼養的過程中 能夠提升改善它的動物的飼養環境 也就是提升動物福利 那另外一方面 我們希望從氣候變遷環保環境的角度 我們希望大家能夠少吃 因為可能針對私部門 我們會認為它是相較比較多 可能會牽涉到個人選擇的問題 但如果公共部門可以從他們的採購 或是一些針對公務人員的飲食 餐飲相關有一些更明確的規範 就是我們絕對是可以從這一開始下手 過去談到低碳飲食 大多著重在減少盛食 或選用在地食材料理 現在民間團體呼籲多吃蔬食 和全球禁鄰屈食接軌 大家新聞台北報導 我們會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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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看到